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好,我是无常名厂的店长,我叫欣怡 那你们可以直接叫我欣怡就可以了 无常其实这两个字它里面包含的一些意义在里头 主要就是好茶无常、请业无常跟价格无常 我们的老板他们是属于第三代的茶楼 所以他们其实在于茶叶的制成跟种植 它其实是非常的理解 其实背后的这些因素是可以被说明的 那因此我们就是把种植、品种、制成跟价格的一个背后原油 然后再来告诉大家 所以这就是无常的一个由来 茶叶其实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谓的把传统产业变成现在的新兴的一个文创商品 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是做了把传统的东西 以现代人喜欢或是愿意接触的一个方式形态来做一个呈现 但它的一个文化却是被保留在我们的生活元素里 我们家会有所谓的阿里山的说故事九款茶 这个由来是因为是说茶叶其实它在平饮的时候 其实会因为人的感受和情境 然后我就是只是觉得好喝也不好喝 那对于茶叶的一个品种、栽种还有一个赤层 其实这一块比较少人理解 所以我们无常就把茶叶做了比较统合跟规格化的部分 那以这九支茶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包含了三支、树种 然后还有不同的三种发酵程度 以及天气因素形态来做一个呈现 我们以高三乌龙来讲好了 其实高三乌龙这一支茶 我们给它的另外一个小名叫做真实的自己 那这一支真实的自己呢 其实我应该这么说 其实高三乌龙它是传统乌龙茶最正统的一个制成工序 那它里面就包含了茶青、然后发酵、柔茶 然后还有环柔以及干燥 然后还有所谓的一个培果 那这些流程 其实它就是从千百年来到现在是不变的道理 它就很像我们自己 就好像我们是依照着自己想要成为的哪一种人去发展 那这种模式就会变成是说 它是依照你个人的心态去做的一个选择 当你在喝高三乌龙这一支茶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就很像是你的个性 就是它是属于回归举举 公公正正的一个人 你也不会因为外力 然后或者是因为什么样子的环境让自己离失了 这九支不一样的话 它这九支的话 其实就是藉由那个情境 当你在平影的时候感受出来的话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推荐客人就是说 如果当你想要喝某一泡茶的时候 可是你又很犹豫 其实你也可以藉由这样看话的感受去选择 现在你就想要的一期享好 我可以在平衡吗 所以我们在平衡的离间 就算了 我可以充满茶 你会觉得 你来说 你不要再走 你不要再走 你不要再走